加州艺术家杰克·斯托姆斯 擅长将常见的玻璃 设计成钻石般闪耀的艺术品 最特别的是 他舍弃了传统的高温烧玻璃方式 改用冷脆方式为玻璃塑形 记者许湘云介绍说 他的作品在全球大受欢迎 不仅深受名流的喜爱 也在许多美术馆里展出 传统玻璃制品通常在高温下制成 然而现在有种冷脆技术 能让玻璃折射出钻石般的五彩光芒 从小这项技术的人并不多 加州艺术家杰克·斯托姆斯 便是各种好手 他在2002年于加州巴伦西亚 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 每项玻璃艺术品 售价介于5000到5万美元之间 作品深受名流喜爱 也用来纪念一些重要场合 斯托姆斯的作品在低温下完成 塑形过程十分费力 且需使用特殊机器制作 他的作品结合了 德国铅水晶与分色玻璃 素材完美地融合成 细节讲究的艺术品 我的作品与众不同的地方 是全程以低温制作 不使用任何热能 我会先磨削原料再顺行 接着是抛光 之后我会组合抛光完毕的小块 把它们结成一个较大 而内部复杂的圆形 然后就可以开始打造外形了 每件艺术品 约需8周到24周完成 制作过程繁复且劳心劳力 它在制作过程中 应用了费波纳契定律 重复几何图形排列 及使用明亮色彩 是其特色 费波纳契定律 连接了收藏家和我的作品 很多人可能习惯于天然矿物 如果没有费波纳契定律 我的作品对它们来说 可能会有距离感和带有技术性 因此我应用费波纳契的比例原则 使人感到我的作品是创作出来 而不是制作出来的 制作过程十分繁复 首先要手工切割 铅水晶和分色玻璃 接着是通过抛光和层压 来制作出反光面 繁琐的程序还包括了 重复的切割 磨削和抛光 最后用光学玻璃覆盖 让光线能进入其中 形成折射 成品效果令人震折 每个角度都能折射出 钻石般的光彩 闪闪发光 去年 他的作品出现在电影 银河护卫队中 他也应邀制作了一支球棒 纪念棒球选手 德里克·杰特第三千支安打 加州艺术俱乐部执行董事 伊莲·亚当斯说 斯托姆斯的作品 已从世界舞台上脱颖而出 他的作品非常迷人 他重新打造了玻璃这种天然矿物 制造出的灵静效果 让人目不转睛 艺术家就该像他这样 让我们能用不同角度 欣赏常见的事物 激荡出新的想法 艺术家就该勇于创新 和有实验精神 亚当斯相信 加州是个充满创意 和艺术影响力的地方 这里是个想象力飞扬的地方 艺术家的创意 影响了许多人 这些艺术家传递了 源源不绝的活力 我们应该好好利用 这种正面影响力 并且发扬光大 斯托姆斯的玻璃艺术品 正在许多美术馆展出 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 和南美洲的艺朗 等着游客一堵冷脆玻璃的 鬼里风采 这种正面影响力的